好的,那么接下来呢是要送大家无念心法 帮助大家把过去一个礼拜的负面能量消灭消除 然后再蓄积满满的正面能量 帮助大家用最正面积极阳光的态度 来面对未来一个礼拜挑战甚至于一年的挑战 送给你们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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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